這個又來頭了 這個帶子是齊哥的 那個帶子很香、很密味 你明白嗎? 因為帶子的顏色不是很白色 沒錯,大家不要以為我拍到色色 用豆苗炒,不是用西芹 我覺得豆苗好一點 味道好一點 西芹就清一點、脆一點 豆苗的味道比較好 但帶子的肉味很好 我告訴你,有些 例如我們買的雪蝦、凍蝦 有些很離譜 放很多雪,可以用幾成 它是縮的 出水 有些做了手腳 所以有時候不要貪便宜 但我們帶子是不錯的 只要給酒樓擺酒那些 吃下去別太假 味道不太假 日本來的 是 我覺得這次很多道菜都炒得好 因為有你在這裡 有你監場差一點 不是,有班哥在這裡 老闆經常站在旁邊等候班哥指示 沒見過嗎?每一度再問我們想怎樣做 再做一個上來給你 拳哥還沒吃 平時吃平家 說話 不怕你創衰的 你做得取的,我做不出 好,來,下一張照片 突然間突然會有一段這樣的東西 請我們吃 不是吧 沒有計算錢 我覺得只有一半好吃 我覺得 所以有時候的老闆不醒目 你別以為你請我吃我就開心 我們吃完之後覺得 有一半不行 有一半 那個紅腸一般 質地不好 何鴻生都說質地不好 其實那些紅腸呢 我以為全香港差不多都是一兩間廠 包起來做的 不清楚 應該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這件事 我沒有正式研究 我可以問問叉燒文 叉燒文很開心 當然不是開心 最重要是有知音人 是 你這麼容易請大作家幫你寫兩筆嗎 不是 品題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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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的 他真的做得好 還有他講出道理來 他健身的 很健碩 有幾個廚師現在都喜歡健身 是 以前的廚師很少去健身 是 多數去賭錢 多數去健身 為什麼賭錢這麼喜歡賭三公呢 我以前聽他們 快上落 是 你真的這麼簡單的圖 不用想 但輸得很快 快上落 輸得很快 還要平靠近 差不多一夜鮮 他就說是風乾一夜 這個挺好吃的 送酒一流 我好像有下一張照片 下面就是那條魚 新是送酒 我沒有跟班哥合 送酒一流的 咸咸香香 難道你找甜的送酒嗎 神經病 所有班哥在那裡 特別關照班哥 做出來 他自動說 我們鬼知道他有這些 我又蒸出來試試 他馬上來 真的馬上去蒸出來 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我叫你拿 不好意思拿 我叫你拿些給你的 他沒有說話 難道我問他嗎 我叫阿水去拿 拿幾斤給你 不要 拿一條就好了 一條關了車錢 阿水哥有 不是 所以是電器 電車 不用錢 沒有聲音 靜的 不用錢 電車充電 那天我和阿基哥 阿基哥問 一聲音 我說 還有一點點事 你想清楚 我叫他買更多保險 坐你的車 阿水哥說 可以多捱一年半載 不要說 大哥 心驚膽 可以 可以 大約萬一 可以 相對是萬一 那怎麼辦 這種鹹鮮真的剛剛好 我聽到有人說太鹹 沒有太鹹 我不覺得太鹹 你送酒 真的絕對 送酒也可以 送飯是不太鹹的 是 但你不停吃 感覺會太鹹 是正常的 人的腦袋 反應是這樣的 是接收的 所有味道的東西 是 這是沒得說的 但是那些是滑 那些是滑 他說買了幾十斤 好 下一張相 另外一個魚 我和阿斑哥一樣看法 原本我們的設計 就是 飯 中間那一層就是 辣味 面上那一層就是 魚 但是這個魚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好像妹妹一樣 一看就不行 是 他叫做鯪魚乾 是 第一又不鯪 又不夠乾 是 第二 又 怎麼說呢 那些肉又不夠實 是 第三 吃下去 他不是說 臭 是不夠身 吹不夠身 是 是 大哥 我馬上 禁止他 有時候 他有時候 我 有時候 自己 怎麼說呢 不知道 是 人家吃下去 我吃下去 不行 是 他馬上知道 是 是 他不是說 死咬 什麼不行 是真的不行 是 是 鯪魚乾 順德 浪費了 順德最出名 我其實靜靜雞咬了一口 我擺開了 肉不行 散 味道臭 但是不行 是 不夠 不夠 風乾 一不夠風乾 就不行 你一出聲 老闆 真的 找地方閃了一下 那沒辦法 是 大哥 你跟我說是這件事 我吃下去 不是這件事 我不能夠 像你這樣 那麼 虛偽 我沒有虛偽 有什麼好吃好吃 不行的 我沒有說 不好吃 我真的會說不好吃 不過 我這次 因為見你在 我就放在骨碟上算 哈哈 好 來 下一張照片 其實 這煲飯的重點 在飯裡 那裡 米 是特殊 渠道 找回來的 米是他們照公司代理的 他們有幾種米 他們代理的 那幾種米 說真的 是專門給高級酒家 是 這次是自己帶米來 是啊 什麼叫食家 就是這樣 對對對 帶米來給你煮 那你沒話說 是 他帶了兩種米來 是 遲些我叫和興行的老闆 帶了辣味給他煮 我昨天就說 喂 最失敗的辣鴨 破壞了煲飯 不行的 還有一件事 你們去吃 市場買 千萬不要買辣鴨 一隻或一半隻 實際一點 辣鴨 二十多元 一隻 十七元 別搞了 真的 我不吃 紅到好像是燒鹽 我不吃 我真的覺得辣鴨 破壞了 昨天的飯還可以收貨 但是飯 濕了一點 不是 煲仔飯 有一件事 要不停轉煲 是 不轉火受貨 不均勻 就燒死一邊 那邊就燒 那邊不燒 就有一點問題 這些是怎樣說 因為你本身 你不是做煲仔飯專家 有些人是煲仔飯專家 一個人看十幾煲 你有沒有看到大排檔門口 茶餐廳門口 一個人看十幾煲 對 他們很厲害 那些很厲害 但專門做煲仔飯 他的米很漂亮 我昨天都不停吃飯 但吃了一些不行 太焦 不夠 怎樣說 他控制火爐不行 要小心一點 這些要 下次就叫公仔煲 他真的想自己煲 你知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做 平日就有很多時間研究 好了 你知道昨晚 WhatsApp了幾個Viscipes給我 我知道 咖喱 好了 下一張照片 最重要的東西是這裡 咖喱 這個咖喱 是印度風味的咖喱 他是買新鮮的坑腩來做 配薯仔 他給了 recipe 我 哇 二十幾三十種材料 真正做咖喱是這樣做的 對 如果你是薄膿咖喱 就買濕咖喱 是 咖喱 調校好 給你的 真正是要這樣做 我仔細研判過 我說不是 材料 最重要是怎樣煮 但難得他這樣閒情雅致 他不是第一次煮 煮了幾次 昨天特意煮 他說你來才煮給你吃 你真是無常的光明 對 因為齊哥告訴他我來 對 別過來沒有 不是 一早煮給你吃 除了你和港姐 哈哈哈哈